山区小镇连发七起入室盗窃 嫌疑人如此嚣张 警方迎接挑战 细致分析 全景联动 细小破绽 锁定真凶 天罗地网 天网栏目即将播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要再偷了 床里面被偷了 被打过来吗 有个小饼吧 鞋进去 就接不着了 凌晨 快天亮了那会儿 就接到了一个救援中心的指令码 说是在我们的那个马肉馆的上面 有一家被盗 接着接到报警以后 我们就立刻出击 你好 本里要您 喂 杨伦女的 您喊 空间 我想要报警吗 我将你们全部在里边 手机全部都在里边 我报个钱 在哪里 在这个花围安苏山 总继续全部人在里边 回去咱上两个货币站是吧 货币站是在 正在出第一现场的时候 接着又有一个景 也是在同一条街往前面走 走得不远 大概有两三百米的距离 那一家也被逃 当时一下子就有点懵了 2015年10月24日一早 贵州省贵定县警方 就连续接到了多起盗窃案报警 因为当地治安环境很好 一个早上 多起报案的集中出现 让侦察员们还真是觉得有些突然 一会儿接到一个 一会儿接到一个 这心就提起来了 这个东西肯定就是对公安机关的一个挑战 关注的同时 那我就仔细争别 他的发案区域 我脑海里面有首先建成的图 地图一个展现 然后就看发的这些案 分布在什么地方 分布在什么节点 初期的一个个人的一个判断 在24日的一个上午 警方就接到了三个报案 都是入室盗窃 而且案发地点也比较接近 没有这种大判断 有这种大副毒的 钦材的 同时发的 很少的 这种我们判断 我的初步判断 就是说来来以后 在哪 警方的最初判断是 来了一个盗窃团伙 可在现场进行勘察的民警反馈的信息里 侦察员发现了一些不寻常的地方 我们通过现场勘察 然后发现 他们住的那个地方 有一扇窗户是打开的 然后受害人 他又跟我们反馈的情况是 晚上睡觉的时候 这扇窗户是已经关好的 然后我们就初步判断 这一家是被从窗户翻进去 然后进家偷走的东西 然后第二家呢 这个是一个女的受害人 她就报警的时候 到家现场我们去问 她说的是晚上睡觉的时候 因为家里有孩子 然后那个门关起来 声音动力比较大 平时都不关 不关门 睡觉 之后早上醒来的时候呢 就发现自己放在客厅的东西不点了 屋门没锁 就10月10月24号买 那时候也不是很冷 然后我就说开着门嘛 比较空气比较流通点 带小孩的话 空气流通的话 对他也比较好一点 那这家就是受害人家 当天晚上 他因为有小孩 他担心那个门 把他锁上之后 老公半夜回来 开门的时候动静大了 小孩弄醒了 所以说没关门 这个门 他就这样 嫌疑人就这样 打开了 他没锁门 他说这窗户 如果我们很多的受害人 他都不注意这东西 没关上 晚上不关上 不关上的话 那么受害人可以打开窗户 用手 你这就可以把门给他打开了 这就可以给他打开了 这就很轻松的就进 就进家了 就是太大意了 从来没发现过 从来没出现过在自己身上 这种事情的话 真的到自己身上 才有那种警惕性 现在门这些全部都是锁好的 我们到了最后一家 那天早上 到他家以后 我们就先上勘察 就发现 他们家门窗 要从门窗进去的可能性不大 要进去的话 唯一的进口 就是他们家的大门 而那个门呢 一般的这样的通片开锁的话 是打不开的 而我们当时就 也是一个初步的判定 这家是一个被技术性开锁 然后如此道歉 这些最直接的勘察信息 反馈回来后 有一部分侦察员 开始对团伙作案 这个推断 有了疑问 从现场来看 它有两种现场 一种现场就是 那个采用技术性开锁的 那个 另外一个现场的话 就是说 从窗户 翻川 入室道歉 那个通过我们平收的 这个侦察经验嘛 这技术性开锁的话 要相对于流畅作案的 可能性要大一点 那个翻川的话呢 那个本地人的作案 可能性要大一点 如果三级案件 是一伙人所为 为什么作案手法 会有这么大的差别呢 这与警方之前的经验 对不上 因为从那个案发现场看 有的是一个人 有的是两个人 而有的是聚心开锁 有的是直接就翻川 所以开始没有川柄 没有川柄 是一伙人作案 侦察员继续查找线索 希望尽快找到 合理的解释 可就在25日凌晨 案件又出现 25号早上的时候 这班民警又 又接到了警惠中心 他们的指令 说是在其他地方 又连续发生了三起 这个入室道歉 然后进家的这个手法 都有 技术性开锁 还有从这个窗户 这些进家的手法 就跟24号连续发案的 这些手法 比较一致 连续两天 发生了六起入室道歉案 这实在是突乎了 警方的预料 这个叫做赶散了 这里 有 怎么说呢 就挑战了 这是一个事情 反正说 刑警的特点 还有甚至的职责 有兴奋 有 在 有面对 山区小镇 连续发生入室道歉案件 是当事人疏于防范 还是嫌疑人技高一筹 在深夜的监控中 几个神秘人的出现 让警方的眼前已亮 天罗 地网 天网栏目正在播中 连续两天 发生六起入室道歉案件 规定警方面对的压力 可想而知 非常感谢我们规定的老百姓 他们对我们非常好 我们这里的警民关系非常好 他们都会静静地看着我们 甚至于支持我们 鼓励我们 他们不会责怪我们 他们有时候还甚至于说 怪我们自己不注意 睡觉的时候没有说好忙 这些让我们都很感动 所以 必须这样 其实让我们压力更大 我们必须要想尽办法 获安 24日的三起案件 还没有眉目 25日这三起案件 紧接着就摆在了警方的面前 从盗窃手法来看 仍然是由技术开锁进入 也有直接翻窗进入 五六点钟的时候醒来就 发现这个 本来这个窗户是这么小的 然后就被开得很大了 门也被打开了 然后还有个包也被放在了这上面 他的行人就从这里 进入了室内 社会人没有把窗上的插销 给他关上 所以说当天晚上就很轻松地 就打开了窗户 进入了室内盗窃 如果我们的群众 平时晚上睡觉的时候 把插销给他关上 或者在这里按一个防护栏 那么就可以避免 这类的防护栏 因为这个房子是租的 我来这里住的时候 我基本上就没关过窗户 是这样的 也没被偷过嘛 所以就是那天才被偷的 这六起入室盗窃案 虽然发生时间和区域相对其中 可守法各异 有些甚至是因为当事人太过大意 给嫌疑人留下了机会 这会是一伙人干的吗 有翻窗入室的 有溜门入室的 有技术开锁的 看似进入的方式 进入的方式不同 这是因为时段上的问题 具体落实到每一家 应该可以算起来 比如说有晚上睡觉 窗子没关上了 就说他能够从窗子 我就没必要再去敲锁了 对吧 在家里等于的时段 都基本集中在 两点到五点 基本集中在这一段 那天现一串下来 就感觉是围着 我们县城转了发展圈 就是说从现场和地理环境 发的出所 看了 感觉 这是一伙人 警方初步判断 这些案件是一伙人所为 那他们来自哪里呢 当时我们的想法就是说 这伙人吧 太消灯了 就是说根本就毫无顾忌 连续两天这么来作案 通过我们那个 凭受工作的经验来说 本地人这样作案的 可能性很小 一般都是那个 流创性作案的 这种可能性就非常大 此时 以往的侦查经验 成为了警方判断侦查方向的法宝 他针对的财务 很简单 就是说那个手机 以及现金 很多大的东西 不好拿的东西 他都不要 那个如果说是本定状的话 他就没有选择性 选择性不是非常强 他只要是值钱的 他多少都要拿一点 这些所谓的办案经验 其实就是经过多年的办案积累 所有成功的分析结果 汇聚而成 就需要我们的一线 现场勘察民警 必须要仔细 提取所有的这些分析负责 然后我们的专家组 大家一起来研讨 该做心理分析的 要做 做一些技术分析的 也要跟他 案发现场 是警方最先接触的地点 也是警方最看重的线索来源地 因为现场是犯罪分子 逗留时间最长的地方 适合在各种信息 可能留下最多的地方 那么从现场的每一个细节 每一个现场的不同的痕迹 都可以有一定的指向 可是经过细致勘察 在这极其案件的现场 警方的收获并不多 当时出去现场和技术人员到现场的话 指纹的话没有采到指纹 因为后面只是通过和技术人员了解 他们说可能戴手套的可能性比较大 但是那个脚的鞋印的话 倒是采到了一些鞋印 有的现场里面只有一个人的鞋印 有的现场有两个人的鞋印 这些就是在现场发现的 在案发现场 警方虽然没有得到直接的破案线索 可现有的信息依然很有脚头 作为现场员来说 如果到现场能用立项思维 怎么不能用我们侦察员的角色 也不能用那个始祖的角色 怎么用犯罪嫌疑的角色 我到了这个家 门口之后 我要进入他家 我怎么进 我们要换回思考 首先 警方根据案发地点的一些共同特征 开始了对嫌疑人的分析与刻画 首先它侵害的对象都是连接 在那个道路两旁不远的地方 都是很方便道的地方 没有对再深入的一些地段进行侵害 那么这个我们首先我们的判断就是说 这伙人 地心不少 他只能顺着大陆来找侵害目标 流传之外的可能性就比较大 第二就是说 他侵害的都是一些 就是这个小区 就那么这一帮人 专业性不强 就是个也不是很过硬的 从人数上来说 我们在三人以上 一般都是一到两个 进到现场 那个家里面去 加上门口防风格 应该在三人以上 根据现场勘察结果 和多年的办案经验 警方继续对这个 似乎没有什么线索的案件 进行进一步的推导 就在此时 一段案发当晚监控的出现 让警方眼前一亮 发现在24号凌晨 其中一个女的受害人 这家附近 就看到了这些嫌疑人 有嫌疑人进入到 他们家楼上这个画面 然后从这个画面 我们又继续跟踪 这几个嫌疑人 一共有三名嫌疑人 山区小镇 连续发生 入室盗窃案件 监控中 几个神秘人的出现 让警方的眼前一亮 继续追查 警方有了重大发现 监控中 居然还隐藏着 其他秘密 天罗帝王 天网栏目正在播出 案件侦破进行到第二天 在海量的视频信息中 警方终于有所发现 24日凌晨 警方在一个案发现场附近 发现了几个不同寻常的深野 在一个那个 受患人家的附近嘛 那个监控正好 发现那个嫌疑人嘛 穿到他家的那个 单元楼里面 当时一开始是进去一个人 接着又进了一个人 然后留着一个人在外面 一个人先出现 后来又出现两个人 都是分开地出现的 然后之后三个人一起出来 首先来说从行为来说 那三个人都认识的 分散地进入 一起离开 这是一个特点 东方守守 西方望 这个向道去转一下 那个向道去转一下 这在门口停留一下 观察一下 这个就不正常 这我们感觉 用我们的话来说 它就自在 准整目标 无所属性 虽然监控没有拍到 他们作案的过程 可从他们走出来时的 肢体动作 警方发现 其中一人好像在藏东西 他们应该是得手了 陌生人进入一个环境 陌生的环境 他的另外一种行为方式 就会不同于本地人 所以就要找不同 我们就要把它找出来 因为监控它没有声音 你只能看画面 我们就读图吧 读画面 把它的肢体语言 一针针地拿出来 进行细读 细分析 那两个人 其中一个跟他进了 一个相当 另外一个人 先在门口 站了那么几秒钟 到街对面 这就是比较明显的 防风 外面的人就防风 监控中显示的人数 与警方初期判断的人数符合 经过分析 这三个人 应该就是警方查找的 重点嫌疑对象 可当警方再次调出 25日的监控后 居然有了意外的发现 24号的现场的视频 发现是三个分析 那25号的 先出现了三个 后面又跟上一个 人数就不对了 后面四个当中 有三个就是 全面24号一天 那就说25号多了一个人 就对自己的分析 产生一些疑点 就是说是 难道我们没有看到 他们的第四个人 怎么又多了一个人 为什么在24日的监控中 没有出现 而且警方继续观察 25日的监控视频 发现这个团伙 多了一个人之后 他们作案的方式改变了 那四个人就正好分组了 两个人一组 两个人一组了 这两个 往青菜 就是发案的那个地方 转进去 另外两个就 找其他的目标 因为多了一个人 两两分组 在25日凌晨 这个团伙 在同样的时间里 光顾了更多的地点 作案时间也缩短了 可收获依然不小 其中两个嫌疑人 还在作案得手后 边走也互相炫耀着 站立平 从作案手段来看 必要先走 不是第一次 肯定是做了很多次的 因为他那个作案时间很短 他到那个受害人家里的话 逗留的时间不长 几下子就把东西搞出来了 说明他很专业的 四个人出来 作案效率确实提高 可也就是在这天的监控中 警方找到了他们的一个破绽 在做完案后 四个人从不同的方向 最终都集中在了一起 虽然他们很警觉 可警方还是发现了 他们的交通工具 一辆白色轿车 他们作案以后 就回到火车那个附近 休息了 休息以后 在24号白天的时候 通过这个监控 我们就看到 这个行车辆离开过 因为发现了他们的落脚点 警方在白天的监控中 终于看到了 嫌疑人的真面目 25号的凌晨之后 这个车又从高速下了高速 又回到了我们的规定线 规定线以后 之后才看到的是 我们看到这四个嫌疑人 又同时出现在 这个案发地的周边 然后由此我们就判断 判断一下 就第四个嫌疑人 很可能是从嫌疑人 从其他地方带过 带到规定线来 继续作案的 在白天的监控中 警方不仅发现了四个嫌疑人 而且在他们身边 一直有一个女子跟随 她也是同伙成员吗 24号凌晨的时候 来的时候 没有女的 就他们三男的 再往后延伸 她25号凌晨 做案 女的也没事 白天又出现了 又和她们在一起了 这个女子与嫌疑人 关系紧密 会是她们的痛苦吗 虽然她没有出现在 案发现场 可警方还是没有放弃 这条线索 然后通过视频的追踪 我们把四个犯罪嫌疑人 包括那女的 她的清晰的图片 我们通过我们的工作平台 发给全局 所有的民警 全局所有的民警来认 那之后 咱们有民警就认出来了 其中有个女的 这是我们当地人 是宿某 就是当地人 认出来之后 我们就觉得有点奇怪 因为我们判断 刘船座应该是刘船座 应该不是本地人 那这女的 怎么会是当地人呢 那我们就对这个女的 进行 外围进行了调查 山区小镇 连续发生 入室盗窃案件 神秘女子的出现 成了警方 解开谜团的钥匙 全景联动 嫌疑人 活吐盾逃 千里推踪 主犯成功落网 天罗地方 天网栏目正在播出 警方费尽周折 终于得到了 嫌疑人的清晰头像 同时 四个嫌疑人身边 还多了一个女子 他就叫到我们 安顺地区的一个 县 叫紫云县 然后对这个 犯罪嫌疑人 他们开了这个车 轨迹的一个分析 这个车来 这紫云 做了案子后 回紫云 那么两条线 都指向着紫云 他说 这个 就为我们指 指引了一个方向 我指云 10月28日 正当警方 开始把侦查重点 放到紫云县的时候 当地又发案 28号又发案了 从监控室里面 看到 一个 作案协议人 这个协议人的话 和24号 25号 当中的一个 一个 那个 协议人的 情况 很相似 包括他穿的 裤子 鞋 衣服 都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就 判断他是 这和人当中的一个 但是我们又 我们就想 他25号 作案了之后 他应该离开 那他怎么 28号又会出现在 我们县城里面 难道这个人 是我们 很县的人 因为这次盗窃 被施主发现 嫌疑人 仓皇逃跑 半路上 还差点 弄丢了 盗窃得手的物品 警方根据监控 倒查 发现 这个嫌疑人 在作案前 与一名女子 在案发地附近 出现过 这个女的 和这个男的 和他们那伙 就是盗窃 其他那伙人当中的 一个男的 和一个女的 是同一个 难道 这个男的 和这个女的 是我们本县的 是我们本县的人 他们和 其他地方的人 勾结了之后 到我们这里来 辞职道歉 那我们是这样 去考虑 对协议人 那个人像的 那个辨认 就发现 其中这个女的话 是我们本县的 叫姓苏的 一个女子 然后通过 调查走反的话 就发现 这个女的 刚好就住在 28号 晚上 那个 这个男的 和那个女的 消失的那个区域 立马就到 那个辖区 去调查 去走反 但是人的话 一定不在那里 这个男的 和那个女的 都不在了 我们又 不知道他们 到哪里去了 线索到这里的话 又断了 而就在此时 警方在案发后 启动的 全警联动机制 开始发挥 重要作用 因为我们 继承的警力很少 特别是我们 刑事政策人员 才有十多个 就是我们实现了一个 模糊警种概念 活成作战 群警参与 有些案件 需要体系化打击的 我们就把它 上升到体系化打击 不光是我们 规定线 那就是我们 周边的线 甚至于全国的 各警种 我们需要的时候 我们接触这个平台 就 可以 市面福音 来支持我们 这个也得于 警务改革吧 出现了 这些平台 侦察员 这几天的 所有侦察成果 都会在第一时间 通过各种信息平台 实时传送出去 下到村警 上到局长 甚至是各级政府官员 都成了侦察员的眼线 同时 大量的线索 又被反馈回了专案组 三名嫌疑人 在紫云 出现了 到了紫云之后 我们和当地警方 一起交流 把这个信息 和我们获取的 作案的嫌疑人 的这个图片 所以当地警方一认 就把犯罪嫌疑人 认出来 首先第一个 就提供了 一个草帽 莫清情况之后 中案组决定 实事收网 三名嫌疑人 被成功抓获 他们对自己的 犯罪行为 供认不贵 可当警方问到 第四名嫌疑人的 去向时 三人说 张某案发后 就没联系过他们 警方判断 25日 张某并没有 离开贵地 28日 还独自去做了案 我们就 能不能来找数码 发现他也不在了 然后了解一下 也离开了 离开我们贵地呢 然后我们就 倒过头来 用咱们的视频来找 就发现 第四个发明 开车 再来一台车 来接他 然后我们 找到了这个车 找到了这个 主任公司 通过GPS 我们发现 我们往云南去了 我们马上就安排 他也抓不住 顺着他的轨迹 遇到人呐 遇到人呐 怎么转 那边是 挺单的 稍微都保管 什么 请到车子旁边吗 不客气 别急 转开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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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云南吵熊 主犯张某成功落网 警方在车上找到了舒某 同时在他的身上 还发现了被盗的手机 这个女的舒某 在明知对方 所获得的东西 是账物的情况下 而非法的侵占 或者具为己有的这种现象 那么就是盗窃和抢劫犯罪 这个下邀犯罪 所以刑法上 单独对他这种 事先没有共谋 但事后对非法财务 进行了一个侵占 处分的行为 就列明了一个 掩饰隐瞒犯罪的罪 然而 经过初步的审查 舒某不仅仅是隐瞒了 犯罪所得 盗窃主犯张某 是他的男友 他不仅知道 他们在规定作案的事实 而且还在其他同伙 被捕后通风报信 并和张某一起远套云南 他明知道对方是犯罪分子 或者实施了犯罪行为 而为其提供 常议隐身的场所 提供那个情报信息 那个情报信息线索 或者是逃跑的财物的 那么这个的话 构成了刑罚里面的 包庇和窝藏罪 所以由于他的 侵犯的客气不同 所以构成了两罪 如果这个女孩 她成立的 两个行为都成立的话 这就是一个 宿罪并罚的问题 我们要追求 求一个极致 就是天下负责 这是我们终身要去追求 要是N多代的警察 维持奋斗的一个方向 但是我们不能说 发生案件了 我们想办法破了就了 发生案件了 我们要想办法 它怎样发生的 怎样不让它 下次再发生 这才是我们更要关注的事 这才是我们更要关注的事 我们要想办法破了就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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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靠中的内幕消息 据说能让人一夜报复 他们布下的金钱陷阱 分秒间 骗去数百万资金 他们躲藏在虚拟世界之后 行踪难觅 一场跨过抓捕 能否彻底瓦解这条 罪恶的产业链 西津陷阱 天网栏目近期播出